某個人的性暗示 他是不是想要跟我幹嘛 我覺得這些東西 還是要遇到聽得懂的人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雪蘭芳 歡迎加入我們可樂研究社的官方LINE 這一個只有這一個 不要再說你去官方買到假貨了 加入這一個不會有假貨 你對馬卡對產品有任何的問題 裡面還有影片啊等等的 都可以藉由這個官方LINE去提問 然後它裡面也有客服人員幫你解答 所以這一個不要加錯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雪蘭芳 歡迎收看可樂研究社 你的兩性知識專賣店 那今天呢來到了可樂排行榜 那可樂排行榜的題目是 約炮的性暗示 A約B A的性暗示 那A是男女還是都好 反正就是一個人 某個人的性暗示 好那今天呢我們一樣 就是大數據在網路上挑了幾句 比較多人會用的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 第八個 你今晚累嗎 深夜通常是人的身心俱疲的時候 所以當女生在深夜傳來一個這個訊息 你今晚累嗎 你可能就會覺得 她是不是想要跟我幹嘛 不然問我累不累 所以你就覺得她好像要給你暗示 那代表她是不是現在精力旺盛要幹嘛了呢 其實有時候真的有可能 她只是純粹問你今晚累嗎 不累的話可以幫忙把我家垃圾拿下去倒一下嗎 我不是覺得不用想這麼多 她純粹就是問你累不累 第七個 要不要一起去旅行 那這個旅行呢 很多人就覺得說 都已經去旅行 那一定會一起過夜 那一起過夜一定會有一些什麼事情會發生 所以她問我要不要去旅行 也許就是一種性暗示 以我的立場 我覺得想要幹嘛之前 如果你想跟她去旅行 可以 但是如果你覺得她跟你的旅行是約炮的話 我是建議你還是要確認一下 不然你會變強暴喔 或性侵害 性騷擾之類的 第六個 我家今天沒人 要不要來喝個東西 這個我覺得就比較明顯的性暗示 但是對我來說 可能覺得她可能真的她家沒人呢 為什麼要去你家喝東西 為什麼我家不能喝 就是為什麼喝東西會是個性暗示器 我不太能理解 但是如果兩個人都可以catch到這個暗示的話 那很ok 但是如果是我聽到這句話的話 我就會說 你家沒人 啊你自己喝就好啦 我覺得這些東西還是要遇到聽得懂的人啦 在韓國的時候呢 據說蠻常用 要不要來我家吃泡麵再走 你要不要來 然後我們怎麼樣再走 我覺得這個比來我家喝水還要更多一點點暗示 或者是你要不要來小卓 我覺得小卓也許讓對方接受到的暗示會更多一點 今晚我不想回家 那你不想回家 你在暗示他 那也要接收到人家想要你吧 如果他不想要你的話 你講這句話 你要他怎麼辦 是我的話 你說你不想回家 我就會說 為什麼 你跟你爸你媽怎麼了嗎 然後就開始跟你會談 那我覺得早就不會變成暗示 所以通常暗示要跟對的人說對的話 不然你跟不認識的人說 或者是沒有那麼熟的人說 可能有時候會弄巧成拙 身體有點痠痛你可以幫我按摩嗎 我覺得這個也相對比較有暗示的感覺 因為身體痠痛可以自己按 或者是可以去找人家按 那我還要特別跟一個沒有這麼熟的人 別怕就跟沒有那麼熟的嘛 那我還特別跟一個網路的人約出來 請你幫我按摩 那我覺得這個應該就蠻明顯的 不然去約按摩師傅不是更好嗎 還有4號6號52號 還有力道可以選耶 那我怎麼知道我現在選的這個 你來按摩力道夠不夠 第三名呢 明天想跟你一起起床 那這個暗示也蠻明顯的啦 就是我想跟你一起起床 後面那一句就是 我今天可不可以睡你家 我聽起來我覺得還蠻甜的 女生說的話 再第二個要不要一起泡溫泉 一起泡溫泉就是要赤裸坦誠相見 就算他沒有這個意思 可是如果你要跟一個 跟你很有可能會擦槍走火的人 去泡溫泉的時候 你心裡其實也要有這個心理準備 再去 如果你真的不想的話 我是建議都不要 第一個 要來我家嗎 我阿嬤會後空翻 我阿公還在伏伏前進咧 連我阿嬤都玩得比你好咧 叫你的阿嬤來咧 你再說一次 這句話 是寵物我家的貓會後空翻延伸的 反正就是來家裡看貓嘛 反正就是把牠騙來你家 那來家裡之後就會看貓 看狗 看花 看草 慢慢去看菜花 看你的花園等等的 總之以上這幾句不外乎就是 大部分如果是把人家約到家裡面來 其實聽的人就大概要有一點點心理準備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事情發生 因為也許你去了對方就會覺得 你可能是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這些默契如果都可以建立好的話 就會比較少性侵害或性騷擾的事情發生 因為你都知道來我家喝水 解渴來我家看我阿嬤 或來我家看那個牆壁的小丑長出來 反正就是來我家這三個字 跟喝酒或者是泡溫泉 這些會比較引人想想的字眼有出現的話 不管有沒有講明我建議是兩個人同時都要有一個認知就是 有可能但是不代表他一定是這樣 但是你心裡要有準備 有可能有這件事情發生 那你能不能接受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話 那我的建議是連答應都不要答應 即使對方沒有這麼想 以防萬一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誠心 那如果剛剛好你是覺得 喔他可能沒有這麼想阿 但是你去了 那他剛好這樣子想的那個機率 那就會造成你不想他硬要的一種誤會 產生性騷擾和性情感 其實這樣子都會對兩個人產生不好的 陰影跟印象還有經驗 所以我覺得不管用什麼方式約 只要你內心有心理準備 會發生什麼事你可不可以接受 如果你都做好心理準備的話 那就準備好安全的東西 去進行你們有可能發生的行為 那如果都沒有的話 那就連答應都不要答應 不然就去外面喝 去外面喝飲料也可以阿 就是一種玩具可是還是可以約會 或者是請阿嬤出來後空班啊 大家一起看 還可以當那個叫什麼 街頭藝人 我覺得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是 為自己保護自己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想法 但是假設你們剛好都有啦 但是都沒有說出來 也發生了 那隔天另外一個人他否認了 因為你沒有問他我也沒有說好 可是我就是感覺不舒服 這樣的萬一意外也是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我覺得以保護自己的前提 兩方都確認最好 我們都是可以為自己決定的 我覺得這個是不要忘記的一點 不要說因為他約我沒有辦法拒絕 不行 學習拒絕是愛自己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喔 喜歡影片的人記得按讚分享 訂閱留言開啟小鈴鐺 掰掰